為各位介紹程式中的其他的一些特色功能 首先我們PowerTriss裡面具備了Fuzzy AHP的計算功能 它的功能是在結果顯示的右下角這邊有一個AHP轉換 使用者只要點選這個功能 我們程式就會自動幫您使用Fuzzy模糊素的方式去做這個Fuzzy的換算 非常的方便而且快速 那如果您要檢視它的演算方式 我們在這個設定的部分 我們把選項打開 有AHP的計算方式 總共有四種方式可以變更 那如果是Fuzzy功能的計算呢 我們目前只支援三角模糊數的計算 那如果您要自訂這個模糊參數 您只要點選這裡模糊參數設定的部分 您就可以針對每一個餘域尺度 這個原始的餘域尺度去設定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來做模糊的演算 這是Fuzzy的換算功能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來介紹問卷輸出的方式 這算是我們產品的特色之一 在編輯的部分呢 我們有問卷匯出跟問卷匯入的功能 在這邊指的是問題層級結構的匯出部分 那這邊的匯出呢 我們點選問卷匯出之後呢 我個人建議您使用Excel 因為它運算會比較 呈現會比較簡單一點 在這邊匯入我們的問卷數量 如果您是兩位就是兩位 三位就是三位 當然如果您單獨匯入 一或是兩份也是可以的 那假如我們匯出一份 那我們點選確定 完成之後呢 我們程式就會幫您匯出 您比較常在出現在這個論文底下 或是您要把這個問卷發放給專家 請他們點寫的時候 我們就是統一使用這個問卷 那更正這邊匯出是兩份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問卷 寄出去給專家做一個填寫 那填寫完成之後呢 各位可以在問卷匯入的部分 去把專家的匯入方式 剛才的結果匯入進來 那剛才我們是使用Excel 然後選擇您的匯入檔案 那匯入完成之後呢 假設我們這個問卷是兩份問卷 那程式會自動幫您抓取一到兩份 那如果你選二就是全部匯入 那如果你選一就是單獨匯入 那如果您選一的狀況下 我們程式的最下面這個功能會開啟 就是一到兩份 那你只輸入一份 你有可能輸入第一份 或是輸入第二份 那我們就在這邊去指定 您到底是要輸入第一份 或是第二份這樣子 那我們假設這個問卷是一到十人份 那我們現在輸入的問卷是兩份 那我們可能只要輸入第九到第十份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多份問卷的選擇功能 因為我們的Excel裡面只有兩份 所以這個倒數第二個這個框框呢 會顯示出我們這個分析專案裡面 所有的分數 然後讓使用者去選取 比方說我們要輸入九到十分 那這邊就是下拉四到九 然後點選匯入問卷 我們程式就會自動幫您賄賂 在問題層級結構這邊的數據這樣子 那特別提醒一下各位在賄賂的時候 合併計算結果這邊是 不能讓您去建議不要去做變更的這樣子 那第二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就是有關於數據輸入的部分 當我們使用這個奧卷 將我們的分析案製作完成的時候 您可以選擇Word或是Excel去輸出問卷的份數 負印券的數據 好 那假設我們點選了匯出Excel之後呢 就會出現這個匯出功能 那我們建議匯出合併計算結果就好了 那如果您有需要 您也可以從第一份一二三都匯出來 那您就選全部匯出 那我們選取這個匯出計算過程 然後點選確定 這樣 完成了之後呢 您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Excel檔案 那裡面會計算我們的原始矩陣 然後跟詳細的計算方式 以及全種排名 這個功能非常的好用 那這功能就 然後關於設定跟功能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那如果還有一些詳細的設定跟其他一些功能 在手冊上面都有一些可以各位參考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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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